鸡胸肉你像这样做,真的太好吃了 做法还简单 准备2斤的鸡胸肉 先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泡好之后把里面的筋膜给去掉 然后切成厚块 再改刀切成长条 差不多有小拇指那么粗 放进碗里 加入6克的食盐 10克白糖 30克的生抽 大概有4小勺 15克的老抽 大概2小勺 然后再加入2克的花椒粉 2克的胡椒粉 2克的五香粉 再来20克的辣椒粉 用筷子搅拌一下 混合均匀 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腌制一碗 第二天已经腌制好了 把鸡胸肉一块一块的放在晾网上面 天气好放在外面晾晒 大概2-3天 也可以放到烤箱里面 80度烘大概4个小时左右 我这个是用烤箱烘的 已经变成硬邦邦的状态 然后放到蒸笼里面 隔水蒸 水开之后中火蒸15分钟 关火之后取出来 放在晾网上面 把表面的水分给晾干 这样我们的鸡胸肉干就做好了 做好的鸡胸肉干 看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香辣美味 越嚼越香 没有放一点油 就算减肥的朋友 吃起来也是毫无负担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收藏起来 以后试着做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